僵尸把只剩的脑子撞进自己的脑袋里 结果却发生了变异 不仅拥用了火眼金睛和顺风耳 还为了拯救世界变成了僵尸侠 原来这是个诡异的世界 所有的人在睡前都会把自己的大脑扣出来 放进盐水里浸泡防止进水 结果到了半夜却被一个小僵尸给偷走 还放进了麻袋里 因为他要把这些大脑送进天堂去重新加工 而且每个僵尸每天的任务是 300个即将报废的脑子 可这天小僵尸的麻袋却装不下了 没办法他就把大脑放进自己的兜里 最后还忘交了 这下惨了 一旦被发现是会被开除的 他将无家可归 于是他临近一动 就把大脑塞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下一秒他居然变异了 不仅拥有了五颜六色的眼睛 还看到什么都会变成怪物 这可把小僵尸给吓坏了 他又跑到大街上 结果这次他发现了有些人的恶劣程度 远比僵尸还要吓人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疯狂的试探 完了 他认为自己一定是生病了 于是就找了个把筒刷 开始疯狂的刷自己的脑子 结果却遇见了屠夫 这世界也太可怕了吧 他想赶紧找到自己的同伴 结果咣当就撞倒了人 害怕的小白人害怕极了 可僵尸却伸出了有爱的手 小僵尸这才意识到 这世界也并不都是坏人 突然一辆失控的小汽车 声扑了过来 小僵尸一把推到了小白人 救下了他 的代价就是自己掉了一只胳膊 为了不被更多的人发信 小僵尸赶紧逃跑 原来这世界是有让你难过的事情 就有让你喜悦的事情 正因为这些酸甜苦辣 才能构成有趣的人生 想比较自己以前 灰暗枯燥无畏的生活 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 既然自己已经无家可归 小僵尸决定做一个僵尸侠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他放弃了成为天使的机会 而是想去体验一下 这多奇妙的人生败带 所以你所有认为痛苦的事情 或许都是别人 求而不得的体验 这只小兔子 想要建造个地下宫殿 却不小心掉进了刺猬的房间 小刺猬十分好客 可小兔子 却有严重的射恐 根本不敢留下来 于是他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结果 一下冲进了蚂蚁的家里 小蚂蚁被吓得嗷嗷乱叫 可小兔子 却更害怕 于是他又一路挖呀挖 结果又掉进了 贪吃蛇的浴盆里 小兔子害羞的头都不敢抬 就出流滑了下去 原来这里到处都有人居住 因为射恐 他必须要找一个无人的地方 结果 差点被青蛙给喷了 小兔子只能向更深处挖 还差点被恐龙吃掉 小兔子害怕极了 于是又超级疯狂的向下挖 终于 他找到了个安全的地方 小兔子拿出图纸 却又害怕了起来 因为就在刚刚 他一查的下去 居然挖出了个土罗鼠 但为了自己的宫殿 他拼了 结果 一查的下去 居然惊动了地下的洪水 完了 小兔子想去阻止 可他太弱了 眼看自己阻止不了 大水向上配泳的速度 小兔子赶紧敲开了恐龙的门 结果居然出来了一只臭幼 小兔子赶紧请求帮忙 因为他害怕自己的错 会连累到大家 于是右手叔叔一声怒吼 召集了这里所有的动物 但了解情况后 大家并没有责怪小兔子 而是选择一起对抗危险 他们同仇敌忾 将洪水引到了别的地方 小兔子这才知道 原来集体的力量这么大 于是小兔子开始克服恐惧 邀请大家来帮助自己 小兔子们也十分欢迎这个新朋友 于是大家开始齐心协力 一起帮助小兔子 完成了他的梦想 从此小兔子不再受恐 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男人第一天上班 结果突然 他死了吗 不不不 一个小A从床上惊醒 他刚要去拿衣服 却发现屋子里居然多了一个人 还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这太可怕了 于是小A开始偷偷跟踪他 我的妈呀 这男人所有的动作都和自己每天如出一辙 更可怕的是 男人不但看不到自己 还摸不到自己 就在他诧异的时候 男人一个不小心就被车撞了 可下一秒 有一个小B从床上惊醒 这次他不仅看到了小A 还看到了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因为刚才的车祸 陷入了死循环 如果不阻止 就会复制出更多的自己 那么真正的自己将无法再苏醒过来 为了能救活自己 他开始想拼命的阻止这场意外 可他根本摸不到男人 而且男人还有强迫症 一定要准时准点出门 可每次出门 他的表又都会出故障 就会分神 然后出现车祸 危机时刻 男人终于想到了办法 他狠狠地用一个娃娃 砸了汽车的玻璃 目的是让小汽车 在到达这里前 发生意外 但万万没想到 发生意外的小汽车 居然还是砸到了男人 直到下一秒 小C从床上惊醒 他失败了 为了能救活自己 男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最直接 有效的办法 可试了很多次 都不行 于是男人怒了 他恨透了时间 他拿起禁锢自己的闹铃 狠狠地砸碎了墙上的钟表 他打破了自己的生活 却意外发现了希望 世界瞬间开始静止了 男人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 他赶紧走出房门 原来没有时间限制 自由是这么美好 冷静下来的男人终于知道 撤祸的真正原因 其实就是自己在看 自己最在意的时间 于是他啪哒一下 合上了表的盖子 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其实枷锁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夹在自己身上的 故事的最后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光马路千万不要看手机 这是个惹不起的在逃公主 就这么轻轻用力一扭 居然就启动了 可以复活玩具士兵的机器 有轻轻的一波动滑轮 所有的玩具大军都对他唯命是从 就连最强大的姜母 都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但也因此陷入了巨大的阴谋之中 女孩名叫安琪拉 原本是个普通的女孩 却因为一枚奇怪的鸡蛋 从此改变了命运 这是妈妈留给她的遗物 鸡蛋周身都裹着厚重的金属 中间却有一个洞 女孩找到工匠 想要打开它 工匠却告诉她 这种鸡蛋只有藏在树洞里的钥匙 才能打开 女孩千辛万苦的找到了 那个神秘树洞 刚要去捡 却被一只老鼠抢走 女孩拼命的追 小老鼠一头扎进了雪地里 出来还不忘挑衅女孩 多损啊 女孩怒了 一路追到了桥边 又发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 沉睡了千年的骑士 女孩好奇的摸了一下 下一秒 骑士拿起砍刀就紧逼女孩 当女孩说出自己的名字时 骑士居然立马下跪 原来她的妈妈 就是这个王国的女王 自从女王离开后 这里的四个国家 就开始战乱不断 十分危险 但女孩不管怎样 都要拿到钥匙 她命令骑士 带自己进去 找到小老鼠 他们一路走到暗黑森林 突然女孩发现了那只老鼠 可追到一个树洞 却遇到了大麻烦 一个巨型怪物 一把抓起了她 竟然是一群老鼠组合而成 还想要吞掉女孩 千军一发之际 骑士一把抓住了女孩 一刀刺中了怪物 两人拼命的跑 意外的是 怪物并没有再追杀他们 原来是前方出现了 更大的怪物 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 被老鼠大军抓住 一个骑士突然出现 救了公主 他们为了保病 公主只好先放弃钥匙 寻找新的机会 骑士带着公主来到了女王宫殿 见到这里的三个国王 他们是鲜花国王 雪花国王和糖果女王 他们告诉公主 这里曾经是玩具世界 是她的妈妈复活了他们 这里有四个国王掌管 但有一个邪恶的江木女王 在她妈妈离开后 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不仅企图统治这里 还想统治世界 但现在她的妈妈已经去世 只有女孩才能帮助他们 打败江木拯救世界 因为只有开启 这台复活玩偶的机器 才能有能力和江木抗衡 但这钥匙和女王一起消失了 公主仔细一看 这竟然和鸡蛋是同一把钥匙 为了保护妈妈一手创建的王国 她决定亲自去拿回钥匙 可没走多远 就中了江木女王的埋伏 原来老鼠怪物 居然是江木女王的军队 公主带来的军队 全部被吞掉 自己还被老鼠军团拖进了洞里 随后又被一只巨大的手 丢进了玩偶城堡里 江木女王的老巢 居然是一群会变戏法的套娃小丑 公主被吓坏了 随后又被小丑们送到江木面前 但江木女王反而 没有想要杀掉公主的意思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但单纯的公主 却只想拿回钥匙 她意外出动了开关 玩偶宫殿开始剧烈晃动 公主趁机拿到了江木掉落的钥匙 赶紧逃跑 当她打开鸡蛋时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公主心想 可能是妈妈让她拯救世界 于是公主把钥匙送给了唐国女王 他们成功的开启了玩偶机器 但这却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种军队你肯定没见过 他们是被赋予魔法的玩具军团 冷血残暴 而生产他们的是唐国女王 女王把他们放在机器上 出动开关后 瞬间就会变大 并且成为唐国女王征服世界的大军 原来江木女王是发现了 她的邪恶野心 被她驱逐出城堡 现在公主失去了价值 唐国女王命令士兵 将公主关押了起来 失望的公主 拿出了妈妈留给她的鸡蛋 意外发现了里面的镜子 公主似乎想到了什么 原来妈妈留给她的是相信自己 公主不想辜负妈妈 她决定勇敢一次 她要拯救世界 于是她唤醒了士兵来帮助自己 首先巨大的问题就是 万米高空跳下 她要利用物理原理 将绳子固定在石柱上 她做到了 干得漂亮 他们来到宫殿 发现唐国女王已经准备了大量士兵 还准备实施计划 他们必须要立刻关闭那台机器 但想要悄悄靠近机器 就必须要跨过万米瀑布 公主命令骑士 去通知姜母 自己则要穿过瀑布 利用风车爬进宫殿里 姜母得到消息后 立马发起进攻 吸引唐国女王的注意 唐国女王制作的士兵实在太多 姜母女王很快败下阵 好在姜母早已逃之夭夭 而公主也成功进入了大殿 小老鼠及时出现 吸引了士兵的注意 公主则趁机关闭了机器 这时唐国女王发现不对 急忙赶回宫殿 并抓住了公主 公主极力劝阻女王 不要触动开关 可已经来不及 这次她失算了 机器改变了方向 将唐国女王变成了玩具 原来是公主调整了机器的方向 最终公主还是用坚强和勇敢 拯救了世界 原本因为妈妈过世而伤心的安琪拉 也最终知道了妈妈的心意 她会用坚强勇敢和善良 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 你有为自己的梦想真的拼过吗 这只小鸟虽然没有翅膀 但她却渴望飞翔 于是她就想到了个好办法 每天开始努力的向上拉一根绳子 也不知道刷了什么东西 非常重 但她又必须拉上来 所以她就算精疲力尽 也要爬起来 终于她将绳子绑到了一棵大树上 她高兴极了 然后她又顺着绳子滑到下面 她赶紧跑到路的尽头 拿出珍藏在后背80年的武器 将一个神秘的东西 趴趴 钉在山坡上 没有手 她就用脚钉 原来那居然是一棵万年大树 然后她又一次爬到山顶 高兴的回头一看 巨大的山坡下 居然全是大树 她到底要干嘛呢 没有人知道 但她却无比兴奋 她将绳子撤回了山顶 再戴好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安全帽 找一个最佳的方位 可绝佳的姿势 然后俯身一跳 哦 原来这就是飞翔的赶脚 她努力捆绑的大树 原来只是参照物 她想让自己更真切的感受飞翔 于是她激动的张开了自己 无法正常发育的翅膀 可怎么努力都无法飞翔 但她不后悔 还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虽然她知道自己一旦失败的结局 但还是选择了义无反顾